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伤官啊他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再单独来说一下 就是分开来说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首先来说我们之前说了 伤官因为他非常的聪明 领悟力非常强 他学东西学得很快 他见什么都想学 所以说呢他肯定就是多才多艺 才才话比较出众 另外他看问题能够看得很准 是吧 能够一阵间学 所以说他分析力非常强 伤官对比这种表达能力 口才也比较好 领悟力比较强 博学多能 医生呢都喜欢学习 充满了活力和战斗力 这种伤官的女的我经常见到 哎呀就是他这样呢 可能也不打管孩子 要不呢就忙于事业 要不呢就忙于学习 可能到30岁40岁了 甚至50岁还都在学习 如果他用在学习上那肯定是比较好的 丈夫应该支持才行 如果他不用在学习上 那么他的伤官心性可能就用在 跟自己的丈夫的矛盾上 挑丈夫的不适上 所以说呢反而就更差了 所以说伤官旺的女的一生都要去学习 是比较好的 这种人呢 什么都不怕 敢于挑战 越是难的东西 他越去敢于挑战 所以说呢他这种创新 这种 这个造反或者革命的精神 所以说呢 在学习方面 他肯定能够成为这种处理拔退的人 但是最后缺陷就是 博而不惊嘛 就是什么都想学 到最后可能都 都懂一点 都是半平之错 但是不是很精湛 所以说呢他需要专注 如果再专注一点的话 那在某一个领域 肯定能够成为处理拔退的这种霸占人物 但是缺点呢 就是这种伤官旺的 就是咱们看这个电影 这个周星驰的 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 这个唐伯虎的形象 就是典型的这种伤官猩猩 就是这种不修蝙 个性放荡 不遵守这种礼法 非常的叛逆 总是跟别人反着来 跟别人反着来 显示自己的个性 就像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小男孩一样 他就永远是反着来 另外这种 这种成年人呢 他比较免视法律 伦理道德 他喜欢敢于挑战 他不喜欢像正观各样的循规蹈矩 他总是觉得我要挑战这个东西 穿成了伦理道德 但他的眼中他都不屑于我 他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约束人的天性的 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要自由散漫才行 所以说呢 另外呢 在学术方面前面讲了 他就是薄而不惊啊 就是什么都想 因为他学什么都学得很快 他说他什么都想学 但是人的时间精力 毕竟是有限的嘛 就你虽然比别人聪明 但是你的时间 跟他们是一样的 人家学一个东西 一直学学一辈子 那肯定比你偶尔才学学 也学得好嘛 所以说这种人就是博而不惊 兴趣太过 事才傲目中无人 之前也说过 他看问题能够一针见血 那么这种用在学术方面 学习方面 变乱是可以的 用在日常交易当中 就有边觉得他这个人 总是那种能够把谈话 聊天给了死的人 他一句话 就能够把对方一夜的说不出话来 就是尖酸呀 刻薄呀 给人的感觉不够温柔啊 不够柔和呀 等等 他不大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 因为他这种伤观心性 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天性 变成一种习惯了 所以说他在对一些事物方面 可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对于人的时候 人都是有感情的 都是有反应的 你这样去尖酸刻薄的去说别的缺点啊 那别人会怀恨在心的 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是非呀 口神啊 别人就在暗中啊去对付他 等等 那肯定就非常非常的不好了 好了 这些课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就先这样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